金龍市中郡區一輛轎車突然衝撞民宅 週一清晨三點多 一輛白色的轎車以驚人的速度 直接衝進一棟老舊民宅 圍牆當場是被撞碎 牆面幾乎解體 當時屋主正在睡覺聽到巨響 真的是被嚇壞了 所幸人沒有受傷 而教授車主就表示 自己是因為一時睡著才會釀火 一輛白色轎車突然出現 速度飛快地衝進民宅 圍牆被撞碎 房子的牆面也幾乎解體 強大撞擊力道下 轎車也瞬間側翻 長長的刹車痕跡還遺留在現場 受害屋主當時他正在房內睡覺 突然聽到一聲巨響 嚇出一聲冷汗 驚魂未定 事發在10月21號清晨近4點 這輛白色字小客車突然撞進 基隆市中正區調和街的一棟老舊民宅 幸好屋主沒有受傷 經調查該駕駛表示自己因不小心睡著 而衝撞臨宅 經警方調查 車主因為疲勞駕駛 失神而釀禍 不僅毀了自家轿車 還需承擔賠償屋主房屋損失的龐大金額 所幸沒有造成人命損傷 記者泰智恆激動報導